呼籲國人同胞 大家該收心了 依據該收心了 也倒出蔡政府的憂心 因為本土案例激增 讓蘇貞昌急忙新增 形成趕赴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來開會 呼籲國人同胞 要照指揮中心公布的列別 你如果可以打疫苗的 趕快打疫苗 打疫苗 也是一個最好的防疫 要不要升級防疫措施 開會前的蘇院長沒鬆口 不過會議上很直接 就到六月跑 我們把防疫提升等級 加大加強加滿 據了解早上的會議 已沙盤推演過 因為蘇貞昌在例行的成會上 已得知有三例確診 他也隨即加入原定的 華航防疫會議 討論是否該提升防疫層級 會議結束後 更是立刻致電總統 而總統也在宣誓典禮前後 揭貨蘇貞昌燒來的最新消息 浮方強調總統從10號晚間到11號上午都有跟蘇院長陳指揮官密切聯繫 也只是相關單位深深應對新一波的疫情挑戰 今天一早華航的董事長和陳時中部長等都在行政院來開會 我們也把包括像桃園市長等等大家都來行政院開第二波的會 我今天到這裡來已經是第四波了 防疫升級服務院極竹防火牆 不讓過去一年的好成績功虧一虧 TVBS新聞李國賢其煥柔台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